心理咨询师李金平的一番话让小丽沉思了片刻 或许她也知道自己的这次恋爱选择是有些让人难以理解 不过她觉得这里面的原因都是因为大家对她的男友完全不了解导致的 如果我们大家了解了她的男友便不会这么批评她 小丽说曾经她也试图让父母去了解她的男友 可父母从来就不给她任何的机会 为此她也非常苦恼 你希望能够说明白让他们接受是吗 对 但是要这样做是不可能的 我坚定还是有希望的 你要选择她的话咱俩就断掉 那就是执迷不悟 感觉到这个人跟神一样这么好 到今天为止你们父母双方 有没有见过她的男朋友 没有 拉根就不想见这个人 不可能她是没必要去见她 我觉得 我觉得太丢人了 就连试着去了解一下都不愿意吗 是的 爸爸也是这么想的吗 是的 我也是这么想的 我是说把她关到家里面 然后把手机给她收了 我说要打她一顿 我是这么想的 所以我觉得我父母看待这件事比较极端 你们觉得极端吗 我觉得不极端 如果我们做护膜的不管她 谁来管她 但是我觉得我自己心里接受不了的话 以后还会发生这种事 早晚要发生 饭 这 这 这